一个故事与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梳头发扎辫子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 可对于有些男同胞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难事 如果妈妈不在家,爸爸会怎么给女儿扎辫子呢? 让我们快来看一下吧 清晨,被窝里的小美被猫咪叫醒 清醒过来的小美瞬间发现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她今天一定要好好地把自己打扮打扮 可当她穿上美美的小裙子,漂亮的帆布鞋时 却发现自己不会摘头发 于是小美打开iPad,在网上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型 虽然她和猫咪的看法总是不同 不过最终,她还是选了一个看起来十分清爽的发型 可是实践和幻想总是有差距 小美梳出来的头发看起来就像是被猫抓了一般 推门进来的爸爸也被吓了一跳 爸爸把小美抱到卧室里 准备自己给小美扎一个辫子 可是小美的头发太多了 爸爸觉得这就像是一场战争 而且自己毫无胜算 最终她还是决定用帽子来应付这场挑战 小美气愤极了 她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拿出自己的iPad让父亲观看编发视频 看完视频的父亲瞬间明白了女儿的意思 她开始现学现卖 在视频的帮助下成功地给小美梳了一个美美的发型 当小美和父亲一起再次出现时 他们来到了一家医院里 原来小美的母亲因为生病已经掉光了头发 而小美的父亲在这期间一直照顾着母女二人 小美给自己的母亲送上了一幅画 虽然画上画着光头的母亲 但依然是她的心中的女王 故事最后一家三人开开心心地出院了 而在以后的日子里 母亲的头发也慢慢长了回来 生命就像一场旅行 我们无法预测这期间我们会经历什么 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到底哪一个先来 可只要有爱着我们的人 一直陪伴着我们前行 无论在艰辛的路 在爱人的陪伴下 黑夜再漫长 白昼总会到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 明天下期再见